陶约地方法院积压郑文灿是以郑文灿有串政之余 也就是郑文灿有用他的手机用LINE的讯息去传讯息给他的心腹 而这样的讯息里面跟检方的侦办的方向完全一致 所以这件事情已经完全的证明 事实上整个郑文灿的侦办过程里面确实有泄密的问题 而现在又传出其实郑文灿所交出的手机并不是他原来的手机 而是一个新手机 而且郑文灿早在6月9号就换新手机 怎么这个时间这么刚刚好 就在检方要传换郑文灿的前一个月 郑文灿竟然就换了新手机 然后交给检方的根本就是一个新的手机 过去的讯息显然郑文灿想要隐匿 这件事情在在的显示 郑文灿整个的侦办过程里面绝对有泄密 而且既然法院有认证确实有泄密 所以郑文灿才会被积压 所以在检调除了要继续去追查郑文灿 他所涉及的司法涉滩案件之外 也一定要再去调查整个的泄密 如果检调没有追查 而且最后就完全没有下文 这代表又是有人在包庇 在这过程里面泄密的人 所以要给社会一个交代 并不是只是郑文灿的涉滩事件 而整个过程怎么会有那么离谱的 一而再再而三的泄密给郑文灿 也必须要查清楚说明白 那你怎么看昨天郑文灿就是终于被AG 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他确实串阵 就是说在7月5号呢 其实他是第一天然后被约谈 当时他一开始是被约谈的身份还不是被告 后来才转被告的 那后来在检方的调查之下才发现说 由他的这种贴身积要秘书 其实他们就已经在串政了 所以既然有实际的串政行为的话 那你没有积压 那怎么可以呢 凭什么收钱的人 凭什么给钱的人被积压了 收钱的人却不用 而且原本桃园地院认为说他离开了桃园市政府一年多了 所以他已经没有影响力了 是这样吗 桃园地院过去太不了解政治了吧 他再怎么说也是现任的海基会董事长 他后来才辞职的 那所以他的影响力其实在8年来说 在桃园的深耕 以及他在整个政坛的地位里面 要串政或者是有些政人还没有浮上水面 可能都会害怕 可能在这个如果没有积压的情况之下 都会遭到影响 所以说我想这个最后 这个高院跟地院来来回回之后 做出积压的这个决定 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 那他不只是一个案子而已 如果从一个案子另外牵扯出案外案 包含我跟林涛之前所报的 这个郭哲明的农地案 在郭哲明买了一大片农地之后的几年以后 突然之间那里就要盖捷运战了 所以是不是一样的SOP 一样的手法呢 这个是非常起人疑斗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检察官呢 误枉误众 但是跟郑文灿相关的土地案件可以一并查清 为什么看其实七年前 检方在侦办这个案子的时候 传出那个时候就有高层跟郑文灿泄密 或是他必准都可以知道检方侦办的行动 当然就是我觉得呢 这个过去在 包含是邱台三担任法务部长底下 那是不是有泄密 然后让这个郑文灿提前知道口风的行为 否则为什么会收了500万之后 然后后来又还给这个地主 那其实就是据说是听到检方的风声说 目前有被查 甚至现在传出来说 他包含是他自己的电话被监听 他都是知道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还如此的胆大妄为 能够继续在做桃园的整个包含 航空城啊 然后整个规划案里面 都有传出这可能有涉滩的这个嫌疑 那我觉得呢 当时他可能觉得自己是 在天子脚下第一人 但是现在却被变成天子脚下踩的第一人 黑糖馒头 董事长好 我们体验2350的生活 来来来 2350的生活 黑糖馒头 我自己真的哦 你自己揉的吗 我自己找上 我当然不会自己揉的啊 我哪那么厉害 我们就吃这个馒头 就是要配饮料 完全体验2350号的生活 没啥 我也想跟你请教一下 为什么会准备这个 麦茶跟黑糖馒头 是不是在暗示这个正午餐 因为我昨天看到正午餐 今天的早餐是吃黑糖馒头 还有白鱼 然后我就想说 今天我们早上要开早 党团大会 那不如呢 我就先买这个 准备60颗的黑糖馒头 跟白鱼 来请我们的这个 同事们来一起品尝 2350的早餐 我觉得蛮欢乐的啦 原因怎么看 就是未来正午餐的正之前 拜啦 你们昨天没有看到 赖清德笑的多开心吗 你们知道昨天赖清德去参加的 那个同军的活动的 董事 理事长是谁吗 是郑文灿啊 郑文灿是那个同军总会的理事长 然后昨天赖清德总统去参加那个活动 如果郑文灿没有被收押禁建的话 他们两个是要同台的啊 可是他们两个即使没有同台 知道自己的队友被收押禁建 你有看到那个得意的笑诶 这个是赖清德的得 得意的笑 笑得有多开心 所以我想呢 这个郑文灿就一句话 拜啦 我们看郑文灿已经被羁押禁建 我就进入法律程序 法律程序是比较困难 会觉得这是处判还是政治斗争 会觉得是处判还是政治斗争 哎哟 这个是晚上扩音节目要去讨论 这不是我的工作 怎么看郑文灿今天下午要第三度来开这个鸡鸭亭 然后高院跟地院他们各自的理由这样 据我知道高院这一次的理由 地院他那个驳回的理由 他是认为说 好像是已经离开市府一年半嘛 然后 什么就没有影响力 但是 当然第一个 对于法官的裁定 我们都予以尊重 而且当检察官的立场就是依法 去救济 所以 对于这个裁定我是觉得啦 我觉得可能法官要注意一个点 就是说 今天被告的身份 绝对不是像 大家所想那样 他离开市府的那一天就能走茶凉 不是这样子 今天这位被告 我们还会去考量到这个被告 他到底影响力在哪里 比如说 以本案被告来说好了 那他是 他曾经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 那也是新潮流的北部的最重要的要角 那他也当过前桃源市市长 那像这个状况下 我们对于他的影响力的考量 可能不能够用这种二分法 他在那里才有影响力 不在那里就没有影响力 我想这个说法不对 所以法官要驳回与否 我没意见 但是他所引用的财力理由 可能要稍微想清楚一下 这个理由是难以服众 所以当你这个理由 他这个理由一出来 我昨天就跟我认识人说 那高院一定会发挥 因为这个理由不是理由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法官会选择这个当理由